作用力及反作用力 你可否舉出其他出現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對的例子呢? 例如用手出力拉一條彈弓 彈弓就會受到手的拉力而變長 同時手亦會感受到彈弓的拉力 將手拉回頭 如果手令彈弓拉長的力是作用力 這樣彈弓拉長的力就是對應的反作用力 例如當一個人坐在有輪椅上 用力推一張桌子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受到桌子對他私家的力 令人連椅子一起向後彈開 如果人對桌子私家的力是作用力 那麼桌子對人私家的力就是對應的反作用力 再舉多一個例子 在桌球桌上 當白波撞紅波的時候 白波會對紅波施加一個作用力 同時紅波亦會對白波施加一個反作用力 這一對相互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令白波和紅波改變運動狀態 從種種的觀察可以發現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定會同時間出現和消失 不會單獨存在的 還有一點是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沒有因果之分的 意思就是說 作用力不是反作用力的成因 反作用力也不是作用力的成因 我們應該如何決定哪一個是作用力 哪一個是反作用力呢 其實是沒有所謂把哪一個力叫作用力 或者反作用力的 兩個身份可以互相調轉 我們可以任意把其中一個力叫作用力 這樣另一個力就叫作反作用力了 例如鐵錘撞擊鐵釘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鐵錘對鐵錘施加的力叫作用力 這樣鐵錘對鐵錘施加的力就是反作用力了 我們也可以把鐵錘對鐵錘施加的力叫作用力 這樣鐵錘對鐵錘施加的力就是反作用力了 這樣鐵錘有很多創的力叫作用力 也要將這個力叫作用力 這樣鐵錘了 我可以拿到手機但操作用力 三個月底的力叫作用力 如果我可以那麼多力叫作用力 我可以拿到手機 所以我可以拿到手機